金沙江大桥看一下 因为前段时间被洪水冲垮了嘛 那我去看有没有修好 行驶在上面也要小心翼翼的 前面还有十几公里就是金沙江大桥 这条路是国道318 因为这个三体垮他还有泥石流 这条路的路况是特别的糟糕 这条桥也是被泥石流冲垮的 大自然的力量 这车是怎么回事也是泥石流冲掉的吗 哇也是啊 一路上全是这个泥石流 破坏掉的 看这个车子 这车子 这里看 泥石流的破坏 这头上的电线上面都是泥石流冲过流下来的痕迹 你看这个泥石流的破坏能力有多强 看一下这边的路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金沙江大桥 从这个巴塘 通往这个西藏拉萨的这座桥 前段时间呢 因为这个大洪水把它冲塌了 现在正在抢修 现在是晚上的 马上七点了 这些工人还在加班加点的抢修 刚刚问了一下现场的这些师傅 他们说 预计还有两到三天左右才能通车 这里的车都是在等这个金沙江大桥 通的时候开过去 的一个小鲁鱼 都在盖上下的宝石 法院是一样的 地坑 也就是新的5个小鲁鱼 能量于一个玉玉安